AZ疫苗在65歲以上長者的研究其實是比較少 目前也沒有全面公佈 有些還在臨床試驗當中 不過現在有觀察到的現象是 AZ疫苗在長者似乎也可以減少死亡 或者最嚴重的個案 也就是說其實疫苗它本身的保護效果 就有分好幾個層次 第一個是預防所有的感染 第二個是連輕症也可以預防 第三個主要是預防重症 那如果你預防重症的話 通常大家效果都會比較好 因為重症是最好預防的 因為它最嚴重 所以你要看得到它有預防的效果比較容易 那目前AZ的情況就是 從目前的結果看起來 預防重症似乎跟其他疫苗不會差太多 那至於輕症跟中度的 現在就不清楚 因為整個結果還沒出來 那由於現在疫苗其實種類不多 能夠用的不多 所以呢 歐盟跟美國呢 他們就希望說 現有的疫苗盡量能夠讓它利用 所以他們就給的比較寬鬆 這個AZ這支疫苗呢 在老人的結果目前還沒有全面公佈 數目還不夠多 只知道它對於重症看起來是也不錯 但是好像有講到說 不建議65歲以上長者施打AZ疫苗是不是 因為現在好幾個國家他們的訪單是不一樣的 歐盟的整個訪單是 只要18歲以上就可以打AZ的疫苗 那有少數幾個國家像 尤其是德國 他就比較嚴格 德國說AZ的疫苗呢 他只認為他在18到65歲是有效的 65歲以上他認為數據不夠 所以他沒有給他許可證 所以變成65歲以上也可以打 可是這個叫做適應正外使用 也就是說醫生呢 這個明明許可證明沒有允許 可是醫生認為有需要還是可以用的 這個也算是合法的 那意思就是說 德國在當時認為AZ的數據是不足的 在65歲以上 那現在是有多一點數據了 可是也沒有完整的整個數據 現在多一點的數據 看起來AZ在防老人65歲以上 防重症似乎也有不錯的效果 所以歐盟給他18歲以上 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台灣目前給的訪單應該是18歲以上 沒有給他限制65歲以上 不給他訪單 不給他許可證 所以台灣的訪單跟歐盟是比較像的 也就是18歲以上都可以打 不過當然台灣政府 台灣的食藥署也知道說 AZ疫苗在65歲以上數據是不足的 可是因為現在每個國家都碰到同樣的問題 你有的疫苗有限 你並不是你想要哪一支疫苗 就有哪一支疫苗 所以你只能把手邊拿得到的疫苗 做最好的利用